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答应了我要当陪聊 但是条件一个 只陪乒乓球队聊 然后今天迎来这个时候 为什么只陪乒乓球队聊 因为我知道肯定能聊上 你要答应别的还不一定能聊上的 但是第一个问题 其实还真跟你们仨无关 季科为什么没来 季科腰不行了 他前面的时候打完的时候 打完第三场的时候 他其实反应就很大 下来之后 我也是经过周到他们央视采访 他才说他腰反应很大 但是我天天都关心他 因为腰行不行 天天问他们谁有没有伤 如果说有伤的话 两个小时还可以换屁卡 他告诉我没问题 其实一直咬牙在顶 到刚才做完风云会之后 这已经实在顶不住了 就跟我说了回去休息了 他这次打封闭没有 这次出征之前没打 但是在封闭训练 好像之前的时候打过 接着就得问你了 今天好多人最关心的 都是你这个戒指的问题 早就想好了 是 因为当一看到这个比赛的时间 我就知道是中国时间 8月18号 正好是结婚十周年 所以我就想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所以一定要把团体冠军拿到 拿到了之后 可能是最好的礼物 但如果拿不到的话 可能是最大的遗憾 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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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回家 三个月没见到两个孩子了 还是非常非常想念 这个动作做完了之后 接到了回馈没有 反馈怎么样 跟夫人通话了没有 孩子跟你电话里说的什么 刚才跟他们通话了 也视频了 孩子现在已经开始上小学了 就在前几天的时候 人生第一次 对 但是你又没看着 不像我小孩去的那一天 我非常隆重地拿摄像机拍完 放下摄像机上飞机 新年奥运会 我是当天 所以很多在他人生 关键的这个时刻点的时候 作为父亲 没有在他身边 还是觉得有一些亏欠的东西 夫人的反应呢 这个更是给夫人看到的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给他的一个回报 和一个这种肯定吧 因为在家里来说 完全是靠他 因为我们的常年 尤其还俩 在外还征战 他等于全部要管孩子 包括管老人 整个家里面的这些里面 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有这样的一个 老婆应该是一种幸福 这样可以让自己安心地 能够把工作做好 我估计好多人也会这么说 有这样一老公 这老婆也挺幸福 我觉得也有道理 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时间 成就不同的伟大 让我们与青岛啤酒 经典1903一起 见证精心慢酿 中国制时刻 主持人先直接说你这儿 我得先跟你握一下手 因为有的时候我能 有一种理解叫哪儿呢 虽然赢了 虽然拿了冠军了 但是你的笑容 我一直从头到尾 关注的时候就 不太一样 跟输了这局球有关 是不是这心里 现在你调过来没有 也没调过来 但是最后赢了 这赢了 这赢的那一刹那间 笑了一下 觉得自己跟犯了错误似的 是吗 其实也不是犯了错误 觉得是一种遗憾 自己也是想在团体赛中立功 因为单打没打 这一次不太一样 跟刘诗文的感觉 可能是有点像 单打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 自己要作为旁观者 看他们打 自己也想上去打 会不会这局球输的 跟手有点冷有关系 因为一直没打 以前你在打团体赛的时候 你反而是最 大家最放心的一个 也不是手冷 因为前面已经打了三场热身了 我觉得 跟手冷没有关系 那跟什么没有关系 比如说十比七 那个时候当时所有人都觉得 虽然有点波折 但是该拿下了 还是到了赛点的时候 一闪念的时候 就想还有一球就要赢了 这时候还是有一些分神 因为之前另边落后 开始往回追的时候 自己心态也很好 每球就是完全投入在比赛当中 落后的时候反而是很单纯的 很专注的 我要追吗 可能真正到了赛点的时候 脑子里想 这场球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还有一球就要胜利了 可能也就是这一个瞬间 而且十比七那个球 明显水果损是要拨杀的 那个球被他拨到以后 自己在十与八领线的时候 揭发球就开始 有一些侥幸了 想等对手失误 而不是主动出击 但是接着就要去打双党 自己怎么跟自己调整 输了肯定会有些失望 打完下来以后 刘尔老还有马龙 金科都一直在提醒我 一直在鼓励我 因为赛前我们的目标 团体赛前两场打成一比一 是我们想要的 二比零固然是更好 每个人也是都有两次出场的机会 我的目标肯定是想多赢 但是输了一场以后 我觉得双打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没有机会去让我去 去后悔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必须要二次调动 重新振作起来 因为双打赢了以后 对我们整个走势 是完全是颠覆性的 国梁 你看你跟许欣 你需要两个调整 第一个调整是 这局球输完了 接下来要打双打 你跟他做的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 这个大冠军拿到了 但你看心情还是这样 你肯定还要调整的 是 因为许欣在零边落后 最后连锥两局 十比七领先的时候 刚才他也说了 就是犯了一个 就像刚才说的 就是你问他手冷不冷 其实一句话 就是心还不够冷 到最后的时刻 心是吧 再冷静一点 或者再这个决绝一点 十比七应该可以拿下 这就是这次他最大的收获 我认为不光是一块金牌 更主要的是为以后 知道奥运会是什么 所幸的是 有马龙和他们共同努力 把这个冠军拿回来了 当时他输完之后 第二场 马上第三场 这个双打比赛的时候 中间他去换衣服 我就上洗手间 我碰见他了 我到时跟许欣说 我说现在你要学会忘记 忘记 忘记 把上一场就是忘记 你真重复了这几遍 我说你现在一定要忘记 忘记这个前面的 想好后面的 而且我说一比一的局面 对我们来说可以接受 甚至主动权还在我们手上 因为如果说双打他赢下来之后 我说后边有马龙 第五场还有张继科 如果双打这场就是你赢了之后 就可以了 所以对运动员来说最难的 就是说什么时候让他在最关键的时刻 能够忘记 什么时间又能够在他 让他一辈子忘记不了 这是您说的刚才第一个 对 在比赛的过程中 要忘记 要忘记 其实现在他进入这种状态 也是一个优秀运动员必备的 不忘记 不能忘记 永远记住 这样的教训对你一生来说 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是不是有这一次的时候 因为同伴大家共同努力 挽救了你 如果说团队输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输在 最后那三个赛点上 所以但是不断地总结 但并不是说输完这场 我觉得不影响许欣的发展 要输就在一个大赢的里头输 如果说输明白了 能够到东京的时候 你再碰见这样的情况 剩下你就可以笑纳了 这个学费交的就值了 但是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 比如说这个睡完之觉 能不能缓过来 应该缓过来 它且需要一段时间 特别是在中国乒乓球队 这么多优秀的选手 他其实说 他肯定会去对比马龙 季科 人家做到了多少 他也想象着做到多少 就像您刚才问他的 这种单打比赛当中 因为他看到他们两个 在打的时候 肯定心里非常痒 多想有一个机会 去展示自己 甚至他心里 肯定有一种声音 就是如果给我个 我可能做得更棒 就不一定有你马龙了 我觉得他内心上来说 还是一个很要的孩子 所以这从长期来说 我说刚才国梁说的很好 将来是变成一种收获的 但是你们都没谈 另一个问题 得谈 我干脆问马龙了 水果笋掌球了吧 掌了 这种感受是什么 以你在跟他交锋 你想想这么多年 这么多次 我觉得不光掌球 更重要的是 对乒乓球这种意识 可能多少跟换了教练 也是有关系 因为他渴望进步 可能之前一直都是 日本人当他的教练 然后现在换了中国的 这种教练以后 我觉得对他乒乓球 这种意识上 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们看球的时候 就感觉 水果笋不是我们陌生的球员 但是这次的打法 包括他的杀伤力 真是不一样 对 确实 从单打比赛里 就能看出他这种 要比原来这种 进攻意识和欲望更强了 再加上这次 他能够获得这种单打铜牌 对他和日本都是一种突破 在到团体赛的时候 之前的这种比赛 基本场上都是两分 说明他现在 无论是技战术能力 包括这种内心里 这种力量 或者是气 我觉得都是 可能是他巅峰的时候 刘志导 从我们自己在排 就是我们考虑 世界上我们的对手的时候 现在是不是 水果笋已经排到第一了 我觉得通过这次奥运会之后 他现在肯定排到第一了 因为他这次比赛 确实跟白老师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 真的超出了我们一些想象 因为在短期里头 是吧 在奥运会里边 突然间打法风格 包括人的意识 是吧 一旦他这种增加了 这样的杀伤力之后 他赢几场球之后 他的信心再一掌 再加上东京奥运会 日本 并且在他们身上花费的这种投入关注 所以感觉他们的这种气势 这个整个团队里头 有一股那种的冲劲和一种这种杀气 接下来问点轻松的 这是奔谁去的 这是奔自己也奔全世界 别 这是一个官方回答 奔谁去的 真是这样 奔自己也奔全世界 有具体的目标没有 我觉得奔自己 算是一个心愿能够完成 奔全世界 我觉得 每个人都需要有一颗爱心 那脸怎么红了 自己衣服红的 怎么又黄了 不 这个真是很多人在议论 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人了 这也属于 八卦问题 我觉得 不方便回答 当你说不方便回答的时候 已经有答案了 但是你说 那那的人 日本的这个石川 会不会觉得一听 有答案了 坏了 知道这个网上流传的故事吧 知道 我注意到另一个细节 也很有意思 那天我在现场 你跟这个张继科 打完南单的这个决赛之后 谁 我们都没想到是4比0 但是你的庆祝 非常非常的这个收 原来就想过呢 还是拿完冠军之后 临时觉得 是什么因素让你那么收 没那么疯狂的庆祝 其实赛前的时候 就是中午的时候 就我们俩决赛 刘之佬已经跟我们简单碰一下 就是意思 其实我们两个已经 这场决赛可能是万众瞩目 可能彼此都是最好的兄弟 也是竞争对手 我们俩的这种 这场比赛意义可能 也不一定亚于这块金牌 所以说当真正有一个这样的对手 在这样的舞台 能够每个人去展现自己 我们已经做的是最好 而且打完单打 其实也不是没有比赛了 可能还有团体比赛 这时候大家又变成 从对手又变成兄弟 所以这种释放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因为可能转天 我们就要团体赛 大家也是一马脸以后 又开始要准备团体赛 所以说我们还要 不能百分之百全部就释放了 还要重新再缓口期 或者留一口期 准备团体赛 那你真可以 那一瞬间是大满贯 那是你的梦想 你能搂住 我觉得其实可能 跟自己这一两年 也成长进步了有关系 你俩聊过什么 在打之前 其实不光我们俩聊 我留着到也跟我们聊很多 可能我们自己 彼此心里也明白 因为这次的赛 就是先打单打再打团体 肯定毕竟是 起码有一个人要输了 当你这个时候 在面对团体赛的时候 你这种心态 肯定是不舒服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需要调整 我们每个人 肯定也都做好 这种输球准备 怎么第二天 能够去调整 当然赢的人 也会会累 或者是精神 也有可能是 因为拿冠军以后太高兴 可能也会 在团体赛上出现问题 所以说我们 我觉得大家的心态 都还是平和 外面会有很多的方法 说这个其实 打进决赛 往往是乒乓球队里 继生于何生亮 不会打成仇人吧 然后说你们俩 真的是哥们 是真的是哥们 挺哥们 不会因为一个决赛 谁得了 谁不得了 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一点不会 因为 其实大家作为职业运员 每天都要面对输赢 可能上一届是他赢 这届是我赢 所以说大家 在这个团队里 我觉得这种竞争的氛围 还是非常好 所以说才有我们 郭亮知道 人家说你跟孔志导 关系能那么好 是因为你们俩 没在奥运会的决赛上碰过 在乒乓球队里 类似这样的话题 其实应该是大家常要遇到的 如何今天是对手 明天还可能配双打 是 以前我跟小辉也是 那会儿说奥运会有双打 我们俩首先是双打的 合作的冠军 就像他们现在有团体一样 就像他们俩决赛之前的时候 我们开了一个短会 我就说第一 你们俩一人守住一条线 把金牌留在了 金银牌都留在了中国 是为国而在 现在剩你们俩自己了 都为自己的梦想而在 对不对 金银牌想创造历史 你想成就大满贯 我说这是一场唯一 你们两个人都输得起的比赛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世界上最棒的 谁输给谁 其实没有遗憾的 尽情去享受这个比赛 最主要的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 去尊重对手 不管这个人是你的队友 还是明天决赛是你的对手 因为你做到足够强大的时候 你的对手会越来越少 这样的对手会让你发自内心的 很纠结 如果不在你对面的时候 你非常欣赏他 如果站在你对面的时候 你非常讨厌他 这是一个多难缠的对手 是不是 所以正是因为这种纠结 越是到了年头长的时候 其实发现左右一看 这样的人并不多 拥有这样的人 可能是一种幸福 对自己的长期 其实都是有利的 因为你跟谁在竞争 对 因为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有时候你这里边 不光看到了这个自己 有时候一看旁边还有人 所以这次其实我觉得 季科还是有一些变化 你看原来的时候 他拿了这种冠军之后 包括打这次奥运会之前 很拖拉 很疲态 觉得斗志各方面差了一些 但是恰恰马龙拿了大满冠之后 他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 聊天就说 他还想再征战下一届 奥运会 但是在这届之前的时候 更多的就是聊的 我觉得他很累 后来我就说了 我说你得打一场少一场 打一场少一场 打完奥运 你就赶紧别费得劲了 这就是说 我能从他的眼神和精神当中 找到了快乐 终于找到了 他的镜子 马龙 这是大家没想到的 现在的媒体还在谈论 他有可能就退役了 打完这个 现在看来有可能不退 对 我觉得运动员最主要 其实他们现在的这种水平 身体 完全都是可以在打的 更多的是属于内心 内心快乐不快乐 对这个运动热爱不热爱 是吧 首先你要对这个运动特别热爱 第二 你在这个竞争的这种过程当中 你非常快乐 非常享受 如果具备这两点 你只要有实力 你肯定就可以打这些 但如果说你只具备了实力 前两点没有的话 我认为肯定坚持不上 那许昕这就问你了 其实当自己难受的时候 是否也是新的目标 要开始确立的时候 你要确立什么样的目标 接下来 我觉得 输下来以后 别人 要记着采访 我说 带着这种胜利 但是也要带着遗憾 带着心 我觉得 东京我一定会杀回来 你可能是在所有的南平选手中 最早开始备战东京的 对吧 对 那你觉得未来的四年 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 改变的东西 改变的东西很多 但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点是 刘二郎也一直在提醒我 心智 因为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能去跟自己比 一定要跟最优秀的运动员去比 这样的话 自己才有空间去 让自己一直在进步 我觉得 确实 极客马龙 也都是 我学习的榜样 我觉得 也要从他们身上去 学习 这个下一个周期 我觉得要改变的东西 真的挺多的 马龙 我能看到你这四年的时候 绷着的那股劲 虽然 我可能不是说 每一场比赛都看了 但是 还是很明确的 但是 这一个目标实现了之后 会不会夸松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自己 松懈倒不为松懈 最多是感觉累 是 其实自己 我觉得 对于乒乓球热爱 肯定是非常热 包括 对待比赛这种认真 或者是 自己对待比赛 可能参加什么比赛都想赢 这是自己 我不知道是好 还是不好的事 有人说觉得 你参加什么比赛都想赢 是给自己压力太大 太累 有人觉得 这是一种劲头 所以说 自己这一点也能够好 但是 我觉得 更重要一点 就是 自己如果 有一点推移 一定是因为 对于比赛这种 求生 求生欲望没有了 我觉得当时 可能自己就不会去打 好多人容易误解你 觉得你没有那么强的杀气 但是当你走到今天 球长成这样的时候 才知道 骨子里头是有的 你觉得你这四年 在绷着的时候 你说累 这个累肯定不是体力 不仅仅是体力 更重要的可能是 在精神层面上 你改变了什么 提升了什么 过去这四年里 过去这四年 我觉得还是一种 韧劲吧 可能像技科 它更多的是 它的爆发力 可能更多 作为我来说 可能没有 那么强的爆发力 可能就需要 我有从另一方面 就是一种韧劲吧 在可能无数次失败以后 自己可能也有崩溃的时候 也有沮丧的时候 但自己还是没有 放弃自己吧 还是依然坚持 我觉得这是自己 这一点做到最好的 今天被刘志导 那么诗地亲了一下 什么感觉 我觉得非常幸福 这是刘志导 我觉得主要是 对我的一种信任 因为其实自己 从出道到现在 06年到现在 正好十年吧 从刚开始 可能少年成名 最年轻的 男的世界冠军 最年轻的 一直到可能去年苏州 自己真正意义上 这种可能能够 让人信服这种冠军 并不是很多 或者说是没有 我觉得这一路 唯一能够陪我走过来 或者说依然支持我的 或者是鼓励我的 就是刘志导 所以我感觉 非常幸福 当时怎么会有这个动作 好多人觉得 有意思 因为我觉得 他们这三个队员 都是自己这么多年 辛苦的一个作品 在奥运赛场上的时候 当人家都盯不住的时候 他们还能够这么棒 我是发自内心的 觉得他们都是英雄 其实刚才您说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在想 我一直想 送马龙一句话 就是刚才你说的 对待比赛的问题 因为马龙能够 坚持这么长时间 他身上有一股 别人没有的 就是无论大小在 一心只想赢 但是外面 还不一定 直接能看出来 并不外在 对 这就是唯一 马龙能做到的 所以马龙 你不用去在乎别人 怎么去说 无论大小在 一心只想赢 这是一个 绝对是你 能坚持到今天 而能走到这样的高度 我觉得是最可贵的 是吧 非常棒 就是你自己 一定去享受 这样的过程 刚才他 许欣也在讲 我的未来的四年 要发生什么改变 而且我发现 我说一句话的时候 你重重地点了下头 在乒乓球队里 他是第一个 备战东京奥运的 你希望他未来 四年改变什么 其实对许欣来说 他的这个位置 一直很纠结的 上面有季科马龙 压着 下边还有 樊振东顶着 顶着 说要说 他备战的这个枣 樊振东 他们很多人也顶着 是吧 所以我感觉呢 就是刚才 您在问的时候 我也无数次问自己 我们的队员 到底有什么特点 我认为季科 是胜在格局 马龙是赢在细节 许欣 我现在没看出来 什么时候让我看出来了 他就具备了和他们 同样竞争的 这样的实力 就跟刚才这个 他说了 这么多年里边 我一直跟他说的心智 一个男人的心智 因为到奥运会的时候 会把你的本质打出来 是不是 一定要在这 0.1秒当中 你要去决策 决策 不是对就是错 这个是非常难 就是非常敏锐的 这种去捕捉 我觉得在10比7的时候 恰恰 就是这一瞬间 选择太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 许欣你要想能够 在 东京这个周期里头 你一定要有 你坚持的东西 就像他们两个 烙在心里的这种烙印一样 一定要有你坚持的 找到属于你许欣有 别人不具备的东西 你才能成功 你开始准备 东京奥运了吗 还是像我隐隐的感觉 有点像告别 我没准备 我现在还没有说 准备东京奥运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 礼约结束了 对我来说 感觉是一个解脱 很累 压力很大 这跟所有人的想法不一样 大家习惯说的是 乒乓球 到奥运会 不就是等着时间 最后就去球去吗 用东北话 就好像已经是我们的了 你当着把它球回来就行了 但是你却感受到 一个巨大的压力 因为你是总教练 是 因为越是所有人都说 夸乒乓球的时候 夸一下 其实我心里纠结一下 夸一些 纠结一些 人家都说 因为比赛不可能不好打 因为你越懂球的人 其实越恐惧 你知道我们的运动员 也是人 他们一夸的时候 其实他们身上的包袱也重 一旦瞬间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比赛当中 什么可能都有发生 所以当他们都很乐观的时候 我天天要吓唬自己 天天要去找忧患 也许这个问题 也许那个问题 也许那个问题 但是可能比如说 其实这个还是说 白老师上次有一次到队里讲课 我不知道您记得不记得 就是说 你说你可能担心十个问题 其实只发生一个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人 天天找十个问题 一百个问题 其实有时候我也知道 可能只发生一个两个 但是我是一直担心 这十个一百个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只有我想到了 我担心到了 我可能才有应对的措施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可以帮助运动员 去从容的面对 就像许昕 十笔期竖完之后 能够瞬间在这期间里边 转换 帮他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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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语言 包括马龙灵比尔 跟郑龙之落后的时候 那是你悄悄地出了身冷汗吗 那会儿啊 头发丝都立起来了 别人还没看出来 是 其实那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刻 是吗 那已经是生死关头了 是吧 马龙那会儿的时候 马龙就不像现在脸红了 你做了什么 那会儿时候 马龙灵比尔落后 大分 当时我就跟马龙说 我说龙 出去换点衣服 因为这次比赛规则 可以允许出去换衣服 我看龙当时一脸茫然 没反应 我搂着 我走走走 出去换一件吧 是吧 然后他往外走 我就跟他说 我说龙 走出这个球馆 你已经被淘汰了 是吧 他编换的时候 我跟他说 你已经被淘汰了 你奥运会 你已经输了 你千万不能侥幸 你还有机会 你如果还侥幸 有机会 还像前两局那么去打 你就这一输了 你百分之百输了 咱走出去 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我说咱现在 再重新走进 这个球馆的时候 你必须当着你真输了 老天又给你一次机会 而恰恰封闭训练的时候 我们练过 让他们 让这些运动员 两局半到三局 人家先翻到二 翻到三 你必须四不零 四比一之内拿下 我说一样 零比二落后 跟我们日常练的一样 我说他会比方波强吗 他会比延安强吗 一样 你只要现在 能够认识到 你再重新回来 你还有一线生机 要么就真走了 对 要不然你只要 有一丝的 这个侥幸 可能就真的 再走的时候 就不是从这 换衣服走了 我们就在顺时针的 离场了 回去 缓过来了 回去 马上换过来了 但是插一句话 韩国这个小职哥 将来也是一个重要对手 是 这个 韩国这个小将 我觉得 也是这次比赛 最耀眼的一颗 除了水谷之外 因为他就差一点点 把马龙掀翻 而且在团体赛 半决赛里边 跟季科 他也是2比1领先 除了第五局之外 四局之内都领先 打着季科 在场上 连续摔着 有两个球 摔着多大的这种跟头 已经拼尽了全力 多长时间没看 他这么大了 那么有血性 最后也是靠 薄杀赢回来的 我觉得 这个孩子 这次比赛 也是对我来说 挺震撼 这个问题还没问完 你真有可能 不去东京 东京肯定去 旅游 问的问题 不是这个意思 东京肯定去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 自己还是去享受 因为我觉得 说实话 还没有考虑太多 首先我觉得 自己 到这个位置 待这么多年队伍 到这会儿的时候 自己的内心 是非常纠结的 是外人不能理解的 甚至连我哥哥 我老婆 他们都不能理解 他们都觉得 你紧张什么 教练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在紧张什么 我在担心 我记着你说过 特牛的一句话 叫别人输球 输一场 中国乒乓球队 要在奥运会上 输一场 就输一辈子 对 就是这次奥运会之前 他们问我 奥运会 对你来说 对中国乒乓球队 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说我们赢一场 试一场 能走多远走多远 对不对 我们输一场 就输一辈子 其实这个特别适用于马龙 马龙今天你是赢了 对吗 你是拿了冠军了 你坐在这儿了 如果你要是跟郑荣直 临边落后 你输了 这一场球 你可能这十年里边 心愿肯定是完成不了了 你还能不能坚持到东京 还得背不是很多个人的问题了 对 但是现在民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说难道国梁是不干了 还是国梁去当总局的领导了 走得了吗 走得了走不了 反正不知道 反正我自己 自己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觉得 我一直跟自己说 听内心的声音 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这个非常重要 但这个是需要 勇气 也需要一些 怎么说呢 因为我还是顾虑一场 各方面上比较这个多 就是 不会说是 说是不干了或者怎么样 其实现在没有说 确定的想法 但是确实是很累了 应该可以放一下 歇一下 要不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 身心都不行 其实某种意义上 我有时候就在想 自己真应该有时候 去看心理医生 我天天给他们当心理教练 谁给你当 其实我天天鼓励你们 这样 全是这种正能量 鼓励你们这样 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自己的这种消极的这种声音 和信号 有的时候越来越大 只能说出来的时候 是宗教练 里边这种 其实内心的这种恐惧 和这个煎熬 自己是越来体会越深 说个轻松的 好多人说这回这胖子谁啊 就他不懂球 听到这个段子了 听到了 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我觉得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人家故意调侃 都闷子 都闷子 故意调侃 对不对 知道你是谁 所以故意挤得你这种调侃 还有一种 就是可能人家真 不知道 不知道 不认识 这都正常 我觉得就是说 自己觉得这样 还显得这种轻松一点 这样呢 就是能够 被人家娱乐调侃嘛 自己也不用说 不在乎了 因为我觉得 从当运动员 到教练员 96年参加奥运会 到现在 连续六届 就是感觉挺好玩的 就是能够跟乒乓球之外 能够发生一些关系的 就是以前都是 关注你的成绩 什么这样那样的 人家好像一下 说在胖子的时候 别人又翻出很多照片 说有年轻的时候 全来了 有96年的时候 这会儿说 其实勾起了 很多美好的回忆 自己也年轻过 自己也受过 自己还跟孔胖子 共同奋战过 就像他们现在 这种感觉 你头发都白了 太多了 然后你的 胡子都白了 你的回应是 我天天在屋里琢磨瘦 哪有功夫去健身房 我天天在屋里动脑 哪有时间看球 所以这个 其实也不胖 现在其实我已经减肥了 许新 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 在备战的时候 看没看 这个网友说 那胖子谁 听到了一些 我觉得 至少对这个 关注度上 已经有很大提高了 因为 一直说 你这讲度也对 因为一直说 第三次创业 其实我们 很多时候 并没有把这种 就是平时一种 生活的调侃方式 或者说一种娱乐的态度 完全能 带到生活当中 但我觉得 其实有 有这种人 来说两句这种话 然后引起一些 大家的去调侃 一些去 包括是算是 勾起回忆 这样对平凡球 是有帮助的 你觉得刘志导走得了吗 走不走得了 我真不知道 但我希望刘志导 留在堆里 我也特想跟你说一句话 其实你要真备战东京的时候 得先从今天的这种 还纠结着这个状态 放下 放下我才觉得是真的开始 你能完成放下 恐怕就完成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放得越早 可能越牛 我觉得放下也是 两层意思吧 说是完全放下 我觉得是另一层意思 但我自己有一层 不能放下的意思 就是 记住 这次失败 记住 这种教训 我觉得在奥运会赛场上 吃的亏 我一定会铭记在心 在以后的大赛里 一直时刻能鞭策自己 最后 正好 最后一两个问题了 你怎么看待 刘志导不干了 好像好多人都没想过这事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个选择吧 可能到不同的年龄 或者不同的经历 都有自己的选择 觉得 作为刘志导 像刘志导这样一个 睿直或者聪明的人 他一定会有自己的打算 所以说 不管刘志导做什么 我觉得作为师徒这种感情 都会一直在 刘志导说 宁可 坚决的错也不能犹豫的对 当然刘志导能够有自己的选择 他一定会做好打算 如果要在这耗着 对于他来说 肯定也是一种痛苦 我觉得不管刘志导做什么样的选择 作为我们这种弟子来说 都会一样祝福 你开始准备东京奥乐了吗 在内心里的想法来说 这一刻还没呢 准备去吗 准备去吗 这个要重新 自我要能够去建立这样一个目标 或者信心 当季科今天说了 他可能过去还是犹豫的 但是这次反而 可能单打实力了 然后等等因素 他开始决定了 你呢 这个我觉得要 这一刻我觉得自己还并没有想 可能真要静点心来慢慢想 我觉得 这个不是能够在短时间 或者在一刹那去决定的吗 最后两个问题给多良 不纠缠你这件事了 其实我觉得做怎么样的选择都对的 刚才你一句话让我突然觉得不该问了 因为六届奥运会了 二十 你想想岁数没我大 但是已经光奥运会二十多年了 这个过程是怎么过来的 我觉得不在其中的人是不敢想的 报到奥运的 可能我稍微能够知道一点 所以支持你做的任何决定 但是不是也跟这个年龄有关 觉得在这个年龄 如果不再做一些决定 再过个五年八年 可能头发更白之后 其实也很难做决定 是 这个东西就是我发现 这个古人说的 真的每一句话里边都有道理 四十不获 正好到四十岁的时候 你开始可能到这个年龄 有一些中年危机还是怎么样 就是会思考的东西 跟以前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的 就这两年 但是我不是说现在就是第一 不是说现在就不做了 就是至少先放下 先放下就跟龙说的一样 先放下先刚打完这个比赛 今后的人生怎么规划 我还真没有想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 乒乓球需要改变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这样里边 就是不断地去拿金牌 只是赢球或者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还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也帮助许欣刚才也说了 我们要发掘出来 我觉得首先 这样刚才说的能支撑的 第一热爱 想让这个运动 如果能够真正的提升成国际的话 热爱 让越来越多的人热爱 第二让这个参赛的这些运动员 能够找到快乐 像国外选手一样 赢了之后 哇 这跟中奖一样这种狂欢 输了之后有点遗憾 但是一会儿回去之后 我们还可以正常 不用像他们应该赢了冠军了 这里边心还这么重 就是都是冠军了 稍微转变一点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第三点 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太伟大 而且中国乒乓球在世界的地位 任何项目都取代不了 不光是运动成绩 话语权 受到的尊重 一说乒乓球 那绝对世界第一 就是所有人对你的这种尊重 我觉得以我们的实力 真的可以跳出来 把这个运动推得再高一点 再广一点 再大一点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后面的里面 做一些这样的事 因为再拿冠军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太多的刺激和肯定了 因为我真是喜欢创新 喜欢挑战 喜欢玩有刺激的东西 如果我一直这种就是说 重复很容易 改变很难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改变 项目改变 自己改变 其实这就是我想问你的第二个问题 可能我不知道我理解 对不对 如果你继续做这个总教练 乒乓球就只是输赢 但是可能改变之后 你期待乒乓球原本拥有的很多东西 都让它能够弄出来 释放出来 是 因为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只有输赢 对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肯定要赢 我不赢的话 对吧 这对不起我们的队员 是不是也辜负了大家 因为竞技体育 我们付出了 我们当然要得到 我们理直气壮的要得到 我们付出多少 如果不得到的话 是不是 那我们的队员公平吗 但是如果说 你是别的国家 如果你每一次里边都包揽 咱们算的时候很荣耀 32块 拿了28 拿了28 你看其实看 你到巴西啊 美国啊 他们别的里边 对乒乓球 人家也挺快乐的 挺开心的 你看那么多国家的这个里边 开幕式的棋手 都是来自于乒乓球 这次不少 国外的国外的这个 刘家波尔 这个运动员 这个问我 说刘长说 中国乒乓球怎么 没当起来 从来没当过这个棋手 之类的 我就觉得 确实实际上这个运动 它其实有很大的魅力 还有很大的市场 还有很大的空间 其实我们可以 多方向的这种去发展 这样呢 可能才能够更加蓬勃一些 我的确认为刘国梁是非常适合做这件事的人 让乒乓球负载的美 娱乐和普通人生活之间的关系 对 和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 最后不能全世界 中国人玩吧 玩差不多 然后你不用的挪我这几个 所以人家这次这个日本的媒体说了一句话 给我乐狗呛 我们打完中国五队打四队 打完中国四队打三队 最后没碰着一队 输给二队了 他的这种概念也是 那我想透过这个国梁的这句话 大家可能也能明白 他在说未来 他现在正在纠结的 和未来希望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我挺支持的 当然我也支持许心 马龙 如果当你想到的 不仅仅只是赢和那一个冠军的时候 可能坚持有了更多的理由 祝福你们 好 谢谢 好 非常感谢白岩松老师的做客 在这里呢 也是再次祝贺中国乒乓球队 取得奥运会的冠军 好 在节目最后呢 也是邀请三位 在我们的明星片上 留下珍贵的签名 好 先请刘国良指导签名 好 谢谢 谢谢三位 这是中国乒乓球男队 在里面奥运会夺冠后 来到我们节目的 留下的珍贵的签名 在这里恭喜中国乒乓球队 在全民票选的中国骄傲活动中 获得了人气冠军 在这里呢 也有请刘国良指导 代表中国乒乓球队 来接受这枚由粉丝 赠送的不懈将就的金牌 好 谢谢 谢谢各位关注第一时间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见 好 感谢各位关注 今天的第一时间 精心慢酿中国制 感谢用时间酿造经典 用品质征服世界的民族品牌 青岛啤酒 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 也感谢不懈将就的海菲斯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 请登陆海菲斯京东奇典店 继续为你心爱的中国代表团 加油助威 节目最后 让我们一起跟随青岛啤酒 进入今天的 精心慢酿中国制时刻 在中国健儿的奥运征程中 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时间 成就不同的伟大 大家好 这里是青岛啤酒 精心慢酿中国制时刻 之前呢 我们讲过 中国跳坛名将孙叔伟 因左眼视网膜充血撕裂 而无缘奥运会 那接替孙叔伟的是哪位选手呢 他就是田亮 重庆男孩田亮的跳水之路并不顺利 在好手如云的四川省集训队中 田亮并不算突出 在1990年 田亮进入陕西省跳水队 这次的机会 让田亮努力刻苦的训练 终于在同年选进国家队 在孙叔伟受伤后 田亮意外入选了奥运阵容 年少的田亮在技术和经验都不占优 在奥运会获得第四名的位置 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 田亮的刻苦并不是没有作用 在1998年的世锦赛时 他获得了男子跳台的亚军 孙叔伟名列第四 中国跳台一哥的位置 从此交接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 田亮获得预赛第一的位置 这让田亮有了极大的信心 他决赛发挥稳定 并且突破了自己 获得了全场最高分 圆了自己的奥运梦想 成功不仅伴随着光环 也容易受到非议 在转型娱乐界之后 田亮经常会遭受各种流言蜚语 但他用微笑回应质疑 用行动证明了自己 无惧隔行攀山的险阻 无论在哪 始终是那个阳光灿烂的跳水王子 而百年民族品牌的青岛啤酒 各种争议和流言也从未停止过 而面对这一切最好的回应 同样只有用行动 用精心慢酿 去更加用心的对待每一个过程 在面对自己时 无愧于中国的骄傲 无愧于中国志的代表 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明天咱们精彩继续